最近几日,江志鹏出轨事件闹得沸沸扬扬 网友们在痛骂小三和渣男的同时都对前妻抱有联系 不过这两天,事件似乎有所反转 原来是网友们在搜寻江志鹏和小三的出轨证据时 无意中看到了原配张志月以前发过的微博 为他打抱不平的想法瞬间言笑云散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第一,他很有可能是一位严重的地狱骑士者 张志月似乎对自己是魔都人有着某种偏执 十分看不上外地人 比如他经常会在地铁、餐厅等地方 偷拍自己看不顺眼的人 然后发微博骂他们是硬盘 缩写就是外屁 有人刻薄表示这个词是用来作为这些地狱歧视的上海人 对外地人的灭争 第二,他看不起农村人 张志月经常发一些偷拍别人丑态的照片 并大骂他们 例如嘲笑穿着土气却买昂贵东西的人是乡下人 这也未免有些刻薄了 第三,原配和小三的大尺度画风不相上架 看看这张原配在2014年公开发在微博上的照片 尤其是第二张图这个秘质角落 呃,江志鹏挑女人的口味倒是始终如意呢 不少人同情他在婚姻中被背叛的痛苦 但是他的晦气和偏见却让人嗤之以鼻 虽说出轨和骑士一码事归一码事 可愿意帮助张志月出口气的网友 大多都是性情中人 而且很多在微博留言鼓励他的 都有可能是其口中所谓的外地人或乡下人 知道真相的小伙伴们一定会眼泪掉下来吧 芒果老新闻,物以赖去,人与勤奋 有点口德,多做善事吧 报答